美國的投資大師巴菲特呢 他的財富呢 大家都知道 但是我告訴大家 巴菲特小的時候呢 曾經做過一樣的工作 這個工作是什麼 這個工作呢 就是他到處去收集平蓋 他藉由收集這些平蓋呢 才能夠知道呢 到底哪一家飲料公司 賣的飲料非常的好 藉此投資那一家公司 我現在呢 來到的是酒瓶 玻璃瓶的回收廠 在這個回收廠裡面呢 各式各樣的瓶子 你都可以發現 告訴大家 我如果要在這個回收廠裡面呢 來算這些瓶子的話呢 我可能一輩子都數不完 因為全台灣一年所產的這些玻璃瓶呢 總共高達20萬噸的玻璃瓶 其中呢有10萬噸的玻璃瓶呢 是全部都在這個回收廠裡面來處理的 不要小看這些玻璃瓶 這一些玻璃瓶呢 所創造的產值會讓你嚇一跳 清晨7點半這一個回收廠裡面 已經開始忙碌了起來 一台台重車進進出出 忙著把各地收回來的玻璃瓶卸向 哐嚷哐嚷的聲音 響徹整個場區 好啦大家有沒有看到 又一車來了 有夠爽耶 這其實有錢才比較大聲 有沒有看到台灣人太愛喝啤酒了 那些瓶子全部都是米乳 有沒有看到 全部都是綠色的 要是能夠投資那些米乳公司的話 我一定要趕快投資下去 這一台貨車載來了 4100多公斤的啤酒瓶 密密麻麻的瓶子 不只堆出了台灣驚人的喝酒文化 還堆出了一個龐大的賞機 等一下 你不要幫我簽罵喔 沒有啦 我在這邊算看看 帶一間公司賣了營料 比較好 沒有這麼多 這個花包最多的 帶一間賣了比較好 我看都米乳耶 不一定啦 都不然 綠色的全部都在這邊 綠色的都在這邊喔 對 收回來的瓶子 會先經過分類 白色的 綠色的 茶色的 全部都會分門別類的堆好 副廠長王煥斌告訴我 這裡的玻璃瓶 佔了台灣一半以上的回收量 少說也有幾千萬隻 不管是怎麼廠牌 裡頭可是應有盡 聽說台灣同大的廢棄的玻璃 就是你們一間 應該是啦 一年一定可以處理十萬噸 對… 剛才我在那邊找說 這到底是帶一間的 飲料公司賣得比較好 譬如這堆茶色的 這種色的我們都有收就對了 綠色 綠色 白色 白色的 青霜都對我們來說不差 跟不差 不差 我們就… 好啦 茶色的對不對 我問一下 綠色瓶不會比較好 還是保麗打瓶不會比較好 差不多啦 我問一下 海泥根不會比較好 還是台灣最新不會比較好 應該是台灣最新的 真的嗎 台灣最新 沒有啦 我不是來算這個啦 我沒有要當巴菲特 沒有 我是想說來這邊打工 可以啊 藉由打工 然後慢慢偷偷算一下 到底哪一家 飲料賣得比較好一點 可以啊 可以啦 可以來這邊打工 一天一千 一天一千 一千 那太少了啦 你們這沒本的生理 沒有本的 這都是人家沒本的 這路邊繞繞的又有了嗎 沒有 這也是… 我們也是要王母的 還拿來不會冷 可以賺錢 這也是王母的也是王母的 在這個廠區裡面 回收的玻璃瓶 並沒有限定種類 但比重最多的還是酒瓶 不管是綠色的還是茶色的 每天起碼要處理一頓以上 王大哥告訴我 這一些被玻璃瓶 每一支都是花錢買來的 綠色跟茶色的瓶子呢 一公斤要一塊多 白色的瓶子貴了一些 一公斤要價兩塊錢 有了這一些原料之後 才可以開始進行一連串複雜的工作 我覺得現在那個回收場 真的是不得了你知道嗎 還好啦 環境都非常的不錯 然後呢 全部都是自動化生產挑選 你看 這一邊呢 我馬上看到的是 它把那個白色的玻璃呢 直接挑出來了 然後呢 旁邊這邊呢 是把這個茶色的玻璃呢 也自動的挑出來了 你講錯了 都人工挑選的 人工的 人工的 你有沒有色嗎 沒有啦 應該沒有啦 我還分得清楚這是白色 這應該是白色的吧 只要上去你就挑紅色的就好了 這一個回收場主要的工作 是區分出玻璃的顏色 在綠色 白色 茶色等 三大色系當中呢 只有白色玻璃可以再加入色料 做更多的用途 所以價值最高 一個個玻璃碎片 從上頭不斷的掉落 堆積出一座散散發亮的玻璃簪 看起來簡單 但要把玻璃變成這樣之前 卻得經過好幾雙眼睛 這件都用藍工的耶 對啊 用藍工的 天啊 我現在才知道 原來那個玻璃的那個挑選 是這樣子處理的 我還以為想說 是全部那個機械化生產這樣子 直接挑選出來 你看它在這邊 這邊的話它挑選什麼 挑這個 梯啊 對 梯啊 這梯啊 這梯啊 這梯啊沒有辦法處理嘛 對 對 對不對 這要把它挑起來 然後呢 還有垃圾 不停運轉和輸送袋 帶來了各式各樣的玻璃回收物 裡頭因為夾雜著垃圾及污水 所以根本無法用機器來電視處理 只能完全依靠人力 工人們一雙眼睛緊盯著迅速 流轉過去的玻璃 一雙手還得跟上節奏進行分類 一遍一遍地重複著機械式的動作 但是無趣裡頭其實暗藏著驚喜 這個真的是你撿到的喔 對 你在哪裡撿到的 這裡 在這邊 然後它就跑出來 你就把它撿起來 它會動嗎 普通的 拿去修理 修理花了多少錢 100塊 花100塊而已 哇塞 你撿到飽了耶 這個是大名牌你知道嗎 你看上面還有選擇 而且它抹起來質感是不錯的耶 你看旁邊這邊 旁邊這邊還有 這一個豬送袋上面總共佔了八個員工 來自泰國的朋友 莎拉因為站在第一順位 所以撿到飽的機會呢 自然比別人高了一點 經過它之後玻璃才真正的 進入到了分類區 進行不同顏色的山選 這裡是挑的嗎 紅色的 茶色的 茶色的 所以茶色的都在這裡挑掉 對 你竹龍過來可以倒掉嗎 我現在在台 我不是來參觀的嗎 好 我給你賺一千塊 好啦… 你就要大塊才會抽 大塊 這款呢 破掉的呢 對…大塊你又撿不到 不用看… 不用撿到這裡 兩手 要兩手 要兩手 透過分類回收 讓原本是廢棄物的玻璃瓶 展開了不一樣的紙層 其實早在日據時代 新竹就因為細殺資源 與苗栗地區所供應的天然氣 而發展出了玻璃產業 鼎盛時期 這一帶就有將近兩百家的玻璃廠 世界上更有多達八成的玻璃製品 是來自於新竹 但風光了數十年之後 玻璃產業卻在此時 變成了西洋工業 交集的老師父們 沒有太多的時間考慮 一下子就打算要讓玻璃 再度跟上時代 做這個琉璃工藝的話 只要把握那個最短暖的一個直尖 一旦這個玻璃冷卻之後 它就沒有辦法做形了 西洋快點啦 站在這裡啦 你要幫我擦 你擦西洋 你幫我擦走 玻璃轉型的第一步就是精緻化 在這個工廠裡面 創作琉璃藝品的素材呢 用的全部都是回收玻璃 似乎一個燒 一個捏 慢慢的把圖形描繪出來 在這個過程考驗的是工地 從出爐的那一刻開始 要捏 要拉 做達的時間 只有兩秒鐘 現在再拉一個椅子嗎 椅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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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椅子现在32 können 椅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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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燙了 妳可以 Prime 再椅子 再椅子 pres grandma 再椅子 等一下 好 再一次 再用汆子 上� expressive 流蠣一旦離開了 1500多度的椅茹之後呢 就會快速的降溫硬化 想要再做捏塑 就得等它再度口榮 加上實心的流蠣呢 重量不輕 要完成一件作品 起碼要兩位師傅 通必合作 好啦 我們現在要做組合了 來 快點 交給你 把你手來 什麼 哪裡 我手要摸哪裡 摸這裡 摸 這樣 要摸著 你看 好大 對 摸一條嘛 它自己會起 對 要轉一下 轉一下 你這樣跟它轉 真的跟它轉 跟它轉 對 對 好 這樣 好 這樣可以喔 沾水 沾水 對 這邊要讓它冷卻掉 對 冷卻掉 然後再來 直徑一下 轉一圈圈圈圈圈圈 然後呢 敲鐵管 敲鐵管喔 對 對 這樣子起來了 以這尾棋魚來說 從粗胚到成形 就得花上50分鐘 之後還要送進退溫爐 進行兩天的獨步退溫 以防止流離 因為溫差過大而爆裂 在這裡已經工作了43年的 鄭建平師傅說 流離藝術沒有模型 可以亮采成品的好壞 依賴的完全是老師傅的功力 你能夠教多少 我現在要做那個 我在晚上 我做一個比較小行的 好 不要做那麼大行的 那大行我沒辦法 好 可能要10年之後 我會比較多 工廠裡的七位師傅 最資淺的 也已經工作了30年了 在這裡手藝就等於死心知 每一位老師傅 月薪都在10萬以上 只是這一份高薪的工作 卻出現了斷層原跡 我的至高奮勇無心當中 也讓這個工廠 多了一點好久不見的傳層味 師傅你沒有先告訴我 這邊要轉轉什麼東西 我就是把那個玻璃挑出來 我好像那個脈膏一樣 那個小膏這樣 不要牙膏在裡面 這是玻璃膏在裡面 對 直接下來 好 這樣有夠嗎 好 這樣有夠嗎 這樣有夠嗎 這樣快點要出來嗎 要出來 要出來 從窯爐裡沾出來的玻璃膏 溫度就高達一千多度 連鐵混也跟著燙人 排在流動的玻璃膏呢 得先經過不斷的轉動 才能裹得均勻 這個步驟雖然燙手 對 做一個形狀出來 對 烤得軟糊糊的琉璃 其實有點像黏土 只要趕在硬化之前 用上幾件簡單的工具 就可以做出擺變造型 然後就要去做這邊 我們就要去做 然後就要去做 然後就要去做 有機器 我們就要去做 吹牛 真的要去做 你覺得要去做 45度這樣調 45度 垃縮出身形之後 再配上低頭 一顆晶瑩剔透的紅柿 就已經完工了8成 我做菜在打得多 打得多 你看人家做菜那麼漂亮 你看我做菜是這樣 以前的玻璃產業 都是採用學徒制的 當土地的 至少要經過十年的學習 才有可能不當一面 從線條簡單的水果 到講求逼真的動物 每一個琉璃藝品 都是老師傅 經過十幾年的磨練 隨碎煉而成的 穩定性極高的玻璃 經過高溫加工之後 不僅可以變身成為收藏品 還可以變化出 另外一個妙用走入生活 好 有沒有看到這些呢 全部都是細砂 但是這些細砂不太一樣 這些細砂是什麼 這些細砂是玻璃瓶 所以你說打碎的粉末 就是我剛剛在那個 回收廠裡面的那些玻璃瓶嗎 是 這為什麼打出來像沙子一樣 因為我們打得很細 打得很細把它打成像沙一樣 所以看起來會像沙 負責管理這座廠房的正正是說 玻璃要做成建材原料之前呢 得先經過溶解 為了保持遙溫1500度 以這個遙爐等24小時 全營無休的運轉 吃掉的電費呢 一個月就高達30多萬 靠著電極所溶解出來的玻璃瓶漿呢 再經過壓制 就變成了 產生褐色光澤的玻璃瓶 看起來像是麥芽糖一樣 但甜甜的外表之下 卻是難以前進 所以這些是經過冷卻對不對 對 那它冷卻從那邊1300度 一直冷卻到這邊的話 還有多少度啊 以這樣子的話 到這邊大概還有700多度 還有700多度 不小心你可以丟 我手可以摸嗎 不可以 來 我試看看 這馬上會倒起來嗎 真的耶 你看 這有700度耶 快點快點 回收啊 透過不斷的回收 溶解 以及再製造 玻璃也有了生命的循環 鄭大哥說 這一些玻璃餅 經過兩到三天的冷卻之後 就可以進行粉碎 去瑞藥角的過程 到時候原本一公斤 只賣一塊錢的廢玻璃 價格可是會翻上好幾倍 這不得了耶 這要自然做的 這本來不是 這個東西本來是人家 不要的廢瓶子耶 然後就被你們變成這樣 一顆一顆像鑽石一樣了 這才是我們早晚早拿好 好 燈光下散著藍光的小石頭 就像是寶石一樣 從書中帶上一顆顆的滾落下來 這一些小石頭 有了一個新的名字 叫做亮彩琉璃 一共有16種顏色之多 是目前許多大樓外牆 所選用的建築材料 這項投資了兩億元 才研發出來的綠建材 讓玻璃逃離了 只能製作容器的宿命 轉而變成讓人眼睛為之一亮的風景 你看 我們那個早上的時候 在那個廢氣場看到呢 都是破破爛爛的玻璃瓶 然後到這邊以後 居然已經變成這樣了 它已經變成建材了耶 對 比較會喔 我如果把它當那個水洗石這樣子 磨那個牆壁這樣子 一瓶細胞 一瓶要細胞喔 一十公斤 亮彩琉璃不但取代了一般的石頭 也取代了原本被低估的價位 因為不濕熱 排水態又美觀大方等等的特性 讓一包十公斤裝的亮彩琉璃 就可以賣到五百塊錢 每個月還可以賣出兩百多噸 其中百分之八十的訂單 都是來自於國內的建商 這種透過回收再製造而成的 亮彩琉璃 讓這一家三十多年的回收廠 有了競爭力 一件件光彩奪目的藝術品 全部都是廢棄玻璃瓶所做成的 讓玻璃變身寶石 全世界只有台灣看得到 你看 我這驚慨慨慨慨慨慨 做的這個旗魚 多麼漂亮 金色色 老闆 你好... 這個我做的旗魚要參觀一下 好 不錯啦 做得很漂亮 沒關係 魚我看來還是不合格 蛤 不合格 不合格 對 我放在這飯店買 這直接買6000塊 你看 但是我看你的看點 這個魚的生富 是魚的魚比較多 這個冷的時 當然這個冷我感覺有不滿足 但是種的魚你看 你不會這麼餓 不然你窩在蠔 蜜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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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什麼孫 看來這位老闆還真的是 帶的行來的一眼就可以看出 手工一瓶裡的不完美 這是真叫我寄的啦 其他不是 其他都是西湖做出來的 對 好啦 我看你一看我就知道 你怎麼那麼美啦 我就說明還是 為什麼 吃這個 我的經營的 蛤 你是老闆 不好意思... 我來這裡就是打工的 沒有 你年輕人有這個情形 經營的1450多的有樓邊 在這裡買這個學生 實在很好 我很親愛 現在人看到這個年輕人 我就要去玩這個 管理辛苦的工具 掌控著七間 玻璃處理廠的老闆 吳春慈 一語倒破了這個行業的危機 16歲就踏進玻璃回收業的他 從學徒做到董事長 十分了解玻璃產業的脈動 這個充滿特色的工藝呢 有著絕佳的前景跟市場 但卻因為辛苦 所以沒有年輕人願意結棒 十幾年下來呢 人才斷層讓產業幾乎是後繼無人 我們才有每年都做三四十年來 三四十年來 我們是必定要把台灣的這個文化 會提堂再維持下去 但是又十年了 你摸這件藝術品 現在你說的是六千塊 但是我相信 又十年了 這隻你可能三萬塊 你還沒得到 以六千塊的藝術品來說 其中主要的成本 就發費在人力上面 大半輩子的歲月 都在摸著玻璃的吳老闆說 玻璃產業走到了現在 有了更多的面向 不僅可以做成藝術品 也可以做成建材和工業原料 從民國六十一年創業到現在 吳老闆對於玻璃的回收 仍舊有著一股熱情 他說當初是因為球而打拚 好不容易熬到了全國第一了 卻還是得擔心產業繼承的問題 當初我現在一天是一千塊 對嗎 若干年之後我出塞 出塞喔 我當初有比較多嗎 有 我加兩杯給你好嗎 兩杯 三千 三千喔 一天三千 要十萬塊 當初我感謝你 謝謝你這樣子給我機會 能夠讓我來這邊學習 不過現在你看外面有天安 你如果要給我東西再來 鋼筒可能要生命一下 沒問題 好 現在要給我幫你 今天你的鋼筒 來… 再放在這裡給你買 好 好來 謝謝 謝謝… 我今天賺到了一千塊的工資 這一千塊說實在的得來 非常不容易 謝謝老闆 謝謝你… 謝謝… 謝謝… 不會… 你光流也不會白費 不會白費 好 這一千塊 我們也會捐給相關的 私業社福團體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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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支廢棄的玻璃瓶 轉瞬之間 變身成為展示窗裡面 高級的收藏品 因為一股熱愛玻璃的拼勁 老闆吳春慈摸騙了 所有類型的玻璃 走遍了台灣各個角落 對他來說 青山 銀山都不如他自己的玻璃山 靠著沉堆的玻璃碎片 他把玻璃煉成了寶石 用三十年的歲月 再造出封城新竹亮點風景 我媽那個年代 有一部電影非常的紅 那部電影呢 叫做養鴨人家 不過呢 我今天是來到養雞場 我來到養雞場要幹嘛 當養雞人家 不要小看我這一整排的這些蛋雞 這些蛋雞呢 每天呢 可以生產超過一萬六千顆的雞蛋 而這些雞蛋呢 每剩下一顆呢 你就可以聽到 銅綁叮的聲音 這些呢 全部都是新台幣 雞蛋是人類重要的營養來源 但您可能不知道 彰化所生產的雞蛋數量 可是全台之冠了 一年所生產的雞蛋呢 就有六千萬顆 以一顆兩塊錢來計算 雞蛋一年的產值 就高達一億兩千萬元 所以在彰化有不少的居民 從事與養雞業相關的工作 雖然這裡有著驚人的雞資數量 但也有近千坪的雞舍 以及戶外活動場 我想在這個雞舍裡的雞 一定過得非常的幸福 所以呢 所生下來的雞蛋 一定是又白又大吧 但想想看 這一整排的蛋 全部都是新台幣 又是何等的壯觀呢 一想到這裡啊 我就見蛋欣喜 乾脆全部撿回家 一天生了一萬多顆 哇這應該拿拿來底比較對啊 這樣裝不下 欸欸欸欸欸欸 雞蛋怎麼會走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 怎麼會走啦 對啦這自動的啊 那不是用客的喔 不是啦那是古早的 不知道是這樣 這不對都是你養的雞 對啊 你知道這樣是養多少歲嗎 對 兩萬多隻 本名叫做蔡貴輝的機場老闆阿輝哥 很客氣的說 他只養了兩萬隻雞 不是什麼大型的飼養廠 因為是家傳的事業 所以也沒有多請人幫忙 員工只有兩個人 當然有了我這個生力軍的加入 阿輝哥顯然是開心得不得了 只是說到工資啊 差不多啦 沒這麼高啊 沒這麼高啊 這樣一天是多少 一天差不多一千多多多多 錢多少錢而已 錢多少錢這樣好 對啦 比我們的基本工資還高啊 還高一點點就對了 對啊 顯然的好心的阿輝哥 對我是不賴的 一天工資可以有一千多元 只要這些母雞一天多下五百顆蛋 那我的公司就有了 而我的工作呢 就是從Q雞能開始 好 把它放下去 這就有了 你看現在多 我一次都拿三顆 一次拿三顆 我們拿都拿這樣 一次拿三顆 一次拿三顆 對 他這個還要挑嗎 對 如果有時候吃的啦 對 比如說等一下 我有那個 如果有破洞都要挑起來 對 才不會跟好的在一起 這樣就很乾淨 欸 這有一些雞蛋的話 它還是溫的耶 它還是溫的啊 對 它是熱的 剛生的 所以它都幾點生雞蛋啊 半夜的時候 對 差不多早上9點到11點 對 吃飽開始生 欸 你這雞蛋看起來都嚼嚼嚼耶 對 大小都差不多 你看 對 因為同一個T4 對 那它那個雞蛋會不會越生越小啊 還是越生越大 越生越大顆 越生越大顆 對 對 所以你看到大顆的就是老雞生 老雞不生 老雞不生 兩個比較大 新的雞健康的生 這個蛋殼是很金的 對 很亮 越新鮮也越光亮 如果粗糙就是生病的 營養不良的 還以為只是簡單的撿雞蛋工作 還有那麼多的學問啊 阿輝哥一邊熟練的撿起雞蛋 一邊快速教我如何分辨這些 在我看來都一樣的雪白雞蛋 他說因為從小呢 他就開始接觸這些雞蛋 所以只要他一摸 就知道這些雞蛋 到底哪些是健康的 哪些是有問題 等一下 等一下怎麼會有一顆 軟蛋 這是乒乓球耶 對啊 他沒有蛋殼 來來來看一下 蛤 這沒有蛋殼 對 他提早生出來了 我現在才發現說原來那個雞有那個 軟的 軟殼蛋啊 一顆蛋的成形需要四天 他是第三天 第四天就會產生蛋殼出來 他有什麼第三天 他又放出來 因為他藏在生蛋啊 所以他的那個 生蛋的地方比較鬆滑 對 所以他驚嚇的時候 他就會生出來 你就把它拿起來捏在裡面看看 好 來 我們來看看 好 哇 真的耶 你看這是他的膜 對 這是內膜 內膜 還有三層保護膜 所以你捏那一層 所以這還是要打開來 對 我現在比較有看到這種軟的 因為是早產蛋 所以沒有外殼 不過蛋膜內 所有該有的都有了 軟蛋在這飼養場一天 可以生出一百多顆 而這些蛋呢 因為新鮮 所以都直接賣給餐廳 讓顧客拿來做蛋捲或是沖發蛋 而這些平常在市面上買得到的雞蛋呢 一天在這一個機場裡面 就可以替阿輝哥賺盡不少錢 一天收了十多…十多收 沒有…一天差不多六十箱 蛤 一天有六十箱 六十箱 六十幾箱 哇 那不得了啊 飼養的飼養是不是都很固定 對 不一定 它有盤價 對 所以飼養會差很多 對 那跪的時候呢 聽說有時候跪的時候 雞蛋跪的時候也是不得了 對啊 但是不多啦 好 便宜的比較多 消去的時候比較多 對 平蛋的一句話 卻是倒出了雞農的心酸 十四年前父親養殖蛋雞的時候 飼料一斤才四塊錢 現在一斤卻要十四元 可是蛋價卻一直賣不到好價格 阿輝說這個產業真是產業啊 雖然從小家裡從事蛋農業 不過踏入社會 他還是選擇當了個逃兵 不想從事辛苦又沒有前途的工作 直到十四年前放棄珠寶 好事業回來接受蛋雞的養殖 那當時怎麼想到要回來這麼長 因為我爸爸年紀 是要大家退休了 對 那退休半天整個場要修掉 對 想說 有想過嗎 有想過把它收掉嗎 有有有 所以就 因為本來是我爸爸 我哥哥要接 我哥哥要當老師 到最後就 那時候蛋價也不好 所以就放我回來接 對 阿輝還接的時候再把它轉型 蛋價不穩 競爭激烈又沒有前景 阿輝哥說想要生存下去 唯一的方法就是轉型 然而這是一家幾十年養活他 長大的老雞社 該怎麼做又從哪裡做起 全部都是問題 最後他想到了從頭來過 然而這個頭呢 就是雞的源頭 別再叫了 那個老闆說 我這邊的蛋要全部剪完 才能夠吃飯 會這麼能 生了太快了 我剛剛早上才把這邊的蛋 剪完而已 你知道嗎 一邊剪一邊一直在洗 一直在洗 你看看整個爪都成人 這是要剪到當時 其實不是我愛碎唸 這些雞的生產力實在是太強了 我才剛剪完 馬上又有一顆蛋滾了出來 要不是蛋價不穩嗎 說實在的 每天要是有一隻雞 可以替你生出一顆蛋 那在這個農場裡面 每天就有兩萬隻雞替你賺錢 一天就可以收到兩萬顆的蛋 一天賣兩塊錢 嘿嘿 我一天就可以賺盡四萬塊錢 一個月算一算可以賺盡十二萬元 不過這是笨蛋的想法 要是扣除掉人事飼料水電之後 那剩下的就只剩下兩成利潤了 這樣算起來真的是很難 阿輝哥到底要怎麼樣 把這些雞蛋變成金雞蛋呢 你雞蛋怎麼改變 雞蛋不就是長的這個樣子嗎 沒有 雞蛋就是把它改成很多的顏色 很多的顏色 很多的顏色 有啦 我看過了 頭髮洗的就是那種 核色 核色啊 這款白色 白色 了不起就這兩種顏色 你問他64個顏色 最少 64種顏色很難想像 就算是用白色跟褐色去配種 比多只有生前的差異 怎麼會有64種的彩色蛋呢 這就是彩色蛋嗎 對 你注意看 你看喔 這個是標準的紫蘿蘭 這是... 紫蘿蘭 你看這雙雞蛋 這個不一樣 好神奇喔 對 你看 你把它放在這裡 你看 就不一樣了 對 你試試看 你看它的蛋的顏色完全都不一樣 你這邊所有的蛋 全部都是不一樣的顏色嗎 對 這是不一樣的 你看 還有這個咖啡色的 對 像這個是粉紅色斑點 對 有沒有 這是紫色斑點 這是粉紅色斑點 阿輝哥說這裡的顏色 是讓我多到數不完 在改良變種之後呢 從原本只有基本的白色 青綠色以及咖啡色之外 到現在園區裡面已經有 粉色 金色 青色 紫蘿蘭 天空蘭 代斑點等等 俗也數不完的色彩 看了我是眼花繚亂的 正當我沉溺在 彩色雞蛋的世界當中 竟然有顆奇怪的蛋 吸引了我的目光 等一下 這邊 這一顆 這一顆 這一顆是綠蛋 它是銀河系的 銀河系的 它有橫紋 像銀河系一樣 這不是你把它染色吧 不會啦 它伸出來 就這樣子了啦 這可是開了我的眼界 原本單一色系的蛋 現在看起來卻像寶石一般 有著各式各樣的顏色 甚至還有這種特別的綠色 這是哪裡的雞啊 這是那個阿羅卡納索雞 在巴西跟智利的交界 這個雞 所以它本來生出來的雞的顏色 就是這個嗎 還是有混種 不是…我把它改變過了 它本來正常生出來 應該是這個顏色 對… 那它為什麼會變成這麼綠呢 那個血液效色的轉換 它像我們的皮膚一樣 它如果生這個顏色 一輩子都生這個顏色 它不會改變 那你怎麼改變它的血液效素 就是商業機密 就目前台灣的蛋農來說 能夠生出彩色蛋的 也只有阿輝哥養的雞了 也難怪是商業機密 阿輝哥仔細的從雞的特色 種源以及進化以及繁殖 開始告訴我 他如何替自己的雞場轉型 這邊你全部都蓋得那麼漂亮 這個是要給雞住的 那他們自己在裡面還食 生蛋 他們自己孵蛋 自己帶小雞 對… 它在養殖場裡 就養了80幾種的雞 每一種雞都是純種的 像這隻雖然體格看起來非常的嬌小 不要小看它 它可是所有雞的始祖喔 我…我可以拿起來 可以拿起來 會筆喔 會筆喔 會怕到嗎 會怕到嗎 我們還沒抓筆 啊 啊 這裡… 會怕到嗎 好 我幫你抓 好 你幫我抓… 你幫我抓 我抓給你看 我來…我覺得來這裡問 大公要先… 先… 黑的那裡抓雞 要抓雞 這個就是雞的祖先 對 它的腹部是全黑的 它的尾巴是兩隻的 它的這個毛上去要白毛 這個是白色的 對 這是爪哇的圓雞 所以我們現在看到的所有的雞 都是從它來的 對… 我現在才看到原來雞的主機 像這個樣子 對 除了爪哇原雞之外 還有爪哇土雞 以及土耳其斑點雞 這些雞 都是阿輝哥四處打聽之下 才找到的原生種雞 另外還有來自波蘭的國寶 宛如一座世界雞博物館般 在這裡工作 讓我馬上上了一課雞的進化史 我看你養了好幾個 全部都是原生種的 對 大部分 有菲律賓的 有印度的 海南島的 印尼的 爪哇的 各個地方的原生種 對 都是原生種 都把它留下來 阿輝哥說 其實過去的蛋農 大部分的雞 也都是向雞農買現成的雞 來試養 養不到一個月 雞就可以開始幫忙賺錢 如今他買了雞 卻是全世界各國的名雞 家人完全搞不清楚 他到底要幹嘛 還曾經因此造成家人的意見不合 然而他卻變本加厲的 還不惜花費百萬 整理出一塊花園式的養雞場 好 我比較多 對 這隻是職業 現在要把它做出來 這是香茅喔 香茅 對 有什麼要種香茅 香茅要有雞吃 吃到它 抗體會比較好 對 所以你這邊會種一些藥草 是不是 藥草香草都會有 對 旁邊把它放起來 這樣就可以了 藥草跟香草 對 旁邊這些樹呢 對 這個樹都是原生種的樹 對 我們是希望 在生產這個蛋的當中 跟肉的當中 對 我們希望我們的環境 不像森林一樣 對 在阿輝哥的百萬花園當中 還有差別待遇喔 這裡分為兩區 沒有屋頂的呢 是給普通的特殊雞住的 這裡提供了花草樹木 還有小橋流水 讓這些特殊的雞悠遊其中 另外還有這高級別墅區 這可是給尊貴的原生種雞 所居住的 裡面有沙芋池 還有專屬的雞蛋香 讓這一些尊貴的祖先雞們 可以不受外界的干擾下 悠然的生活 並且繁衍下一代 這樣的養殖方式除了比較人道之外呢 譬如說雞的身心靈也更加的健康了 像這種雞的話 養在外面的話 牠生的蛋是不是比較健康 對 因為牠心情很好 牠可以去做鯊魚 牠去生索 對啊 這裡可以放幾隻嗎 對 這個區 大概六七百隻沒問題 六七百隻 這個區比較小 這三個區起來三天隻沒問題 天啊 現在的所有的雞 都可以住在那麼好的環境 阿輝哥忙得 不只讓牠的雞快樂地生長 還要讓牠八十幾種 來自世界各地的雞種 都能在牠的養殖場裡繁衍生長 怎麼有補出來 有 我看到... 這裡... 這人叫出來 對 這裡叫出來 那拉到這邊就可以 沒關係 這就是迷你雞啦 這個雞怎麼不一樣啊 對啊 這荷蘭進來的啦 蛤 這怎麼那麼小啊 對啊 這全世界最小的雞啊 這叫迷你雞喔 對 你看這邊 這邊還有一個這個 這個可以讓牠當嗎 可以... 牠要孵出來了 你看 牠的蛋殼 牠把它... 先鎖一個圓圈 鎖一個圓圈有沒有在這邊 先把蓋子打開 有沒有 一個圓圈這樣子 然後牠再慢慢地自己跑出來 對 我可以讓牠抓嗎 可以啊 輕輕的 因為牠太小隻了 算了我還是讓牠自己出來好了 對 你要不要把牠抓 結果... 我給你十塊錢的比較 你就知道牠有多小 牠真的好小喔 對 一般 這十塊錢就這樣子 對 你看牠大概十塊錢那麼大 阿輝哥的雞圓當中呢 有父親的傳統雞舍 裡面一排排的籠子內 養的可是每天大量生產的蛋雞 雖然這樣的養殖 並不是牠所喜歡的 但畢竟是父親一生的心血 在不衝突的情況之下 阿輝哥砸下了百萬 建造一個夢想雞圓 在戶外雞圓當中 大量種植台灣原生種樹 以及藥用植物 這些植物可以提供雞 所需要的營養以及抗體 在這樣的新舊觀念的交替之下 阿輝哥找到了一個完美的平衡點 阿輝哥說他經歷多年的研究 才讓雞蛋可以不再那麼單調 不只顏色可以變得更加的繽紛 連蛋殼裡面的營養成分 也是從養雞的方法來著手改變 這些雞吃的不是一般的飼料 而是含有天然 藍藻 紅殼蝦 活性炭 木醋液等等混合而成的飼料 而其中木醋液可以增加蛋雞的抵抗力 紅殼蝦則是可以使得蛋黃更加的濃郁 所以敲開雞蛋 你就可以看到不同於一般蛋的蛋白跟蛋黃 蛋白的顏色的話 它這個蛋白有兩層 一層的比較透明 然後再過來稍微濃一點 然後這個是白色的 白色的話它這個顏色 蛋白的顏色是一模一樣的 這是水水的 水水的 然後蛋黃呢 雖然這個蛋黃是比較大的 不過它的蛋黃色 它的顏色比較淺 黃色的地方是比較淺一點 但是你看一下它這個 兩人的地方 比較圓 比較黃 也比較黃 比較蓬 密度不一樣 光是肉眼看還是無法滿足我的好奇 但是接下來的實驗 你就知道這蛋有多神奇了 好 好啦 接下來 還要再做一個試驗 針灸 針灸 家裡的吃的那個蛋 然後呢 然後呢 這樣就可以 這邊 對 就從中間插起就OK了 這不會掉下去啊 你們飼料幹什麼 因為等一下就拿一個 一般的雞蛋一盒四面上不到四十元 但是阿輝哥家的彩色蛋 一盒就可以賣到一百五十元 大約有四倍的價差 這彩色蛋是大大提升了它的價值 謝謝 我跟你講 我剛才還沒有咬下去 我就已經聞到那個蛋香味了 天啊 大家看一下它的蛋黃 原來它的蛋黃的顏色居然是這樣耶 它的蛋黃的那個香味 非常非常的濃郁 而且啊 它的兩錢夠Q的 不只那個蛋黃是很Q 它的蛋白 有一些蛋白的話 一般的外面吃的那個蛋白的話 它吃起來 就像一點粒粒的 你吃過了 對 粒粒 粒粒粒 我還說好像粒粒 對 真的是不會的 這真的是太奇妙了 我想很多人都跟我有相同的經驗 蛋黃過乾不好吞咽 但是這彩色蛋呢 實在是讓我停不下來啊 我吃這兩粒粒 兩粒粒 也是要花工資啊 對啊 做工就有工資了 你不要告訴我吃這兩粒粒 你還要把它靠身水 不會啦 不會啦 不會這樣喔 時間夠了喔 對啊 好 來 快點 看一下 五點了 要六點了 花薪水 快點 對啊 用吃料啊 來喔 來 這今天的工資 這今天的工資 謝謝你來我們的機場打工 總共是一千兩百塊 對 真的不會幫我扣工資嗎 不用啦 老闆你真好耶 這彩色雞蛋呢 非常非常的特別 專台灣 專世界 也就只有我們的阿輝哥 能夠讓它孕育出來 但是我也發現 其實要孕育這一些彩色雞蛋 非常的不簡單 因為這阿輝哥 總共花費了十幾年的時間 才能夠有這樣子的一個成就 現在呢 他不但把這個彩色雞蛋 發揚光大 另外呢 他也著重在健康方面 這彩色雞蛋 建議有夠有足夠的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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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一千兩百塊呢 我們也會捐給相關的 事業社福團體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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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一年的春天 我採證滿地 玻璃精亮的玻璃碎片 走進了這一座 全台灣最大的玻璃王國 老闆吳春慈 從民國61年開始 就踏進了玻璃回收產業 憑藉著眼光跟手藝 他帶著一群老師傅們 替玻璃開創出了不一樣的風景 用著一千多度的高溫 他把玻璃煉成了華麗高貴的藝術品 也把玻璃變化成為 盡量璀璨的綠建材 三十多年來的努力 玻璃走出了只能製作容器的宿命 反而變成了一顆顆發亮的寶石 吳春慈替台灣找回了過去的輝煌 也替自己堆疊出一座別人無法擁有的金礦山 這一年的春天我循著消息 來到了彰化養雞場 老闆蔡桂輝先生 14年前收掉了珠寶的事業 回到了老父親的雞舍當中 看著價格不好的雞蛋 日漸拖垮了父親的心力 他決定引進新品種 不但地培育研發 創造出了豐富色彩的雞蛋 除了要增加產業的價值之外 更要讓他成為獨門絕活 14年下來 他生產出了世界唯一的彩色雞蛋 在台灣的養殖業當中 就是有這些努力突破的人 讓這美麗的台灣越來越繽紛 我在體驗 我在體驗人生 體驗一個你不知道的行業 體驗一個你不知道的工作 在體驗的人說 達絡場 在體驗 Krypt亞